新冠疫情爆發之後也釀成護理師的離職潮 因為人力不足 醫院就被迫關床 那麼行政院日前是拍板要為夜班的護理人員加薪 卻遭到護理界反彈 認為恐怕會導致白班的護理人員流失 而新冠醫院呢 今天就宣布了要領先政府 在十月起 為輪值三班護理人員全面加薪一千六百八十元 至於新進人員薪資也可以調升為每個月四萬三千六百八十元 而副院長洪子仁說呢 本次加薪有三大用意 第一是為了響應衛福部長薛瑞源提出的政策 為醫護人員來調整待遇 優化整個從業的環境 第二的話呢 就是想要拋磚引玉 雖然醫療機構今年度的經營狀況很辛苦 面臨到點值稀釋跟收入下降的問題 但希望在能力範圍內一起來為醫護人員加薪 那也希望這個做法可以來召喚目前十三萬 未在醫療職場的護理人員可回到第一線 帶您來聽他的說法 就算是白班的起薪 以五萬為起薪的一個起點的話 其實相對他們對我們他們付出的辛勞 以及他們對病人照顧上面的一個貢獻 我覺得還是遠遠不足的 但是我剛才已經講了 醫院在這麼困難的環境下 都願意開始加薪來提高他們護理人員的薪資 我想就是希望大家一起來 也希望政府看到醫院的這樣一種誠意 也能夠加大力度來對護理人員加薪 洪子仁指出 新光醫院的護理人員多數其實也是三班制 本次的調薪共計大約是有七百人受惠 而明年元月政府預計為醫護人員調薪 醫院也會再配合提升全體醫護人員的薪資 而新光醫院的董事長吳東靖也提到說 不排除明年的下半年 會再次加薪 希望透過薪資優化 可以來緩解護理人員短缺的問題 也希望病床能夠順利開出來 為民眾的健康努力